资本市场有时是一门玄学 近来美帝、顺丰、水景方等此前被追捧的一众白马股却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势 有的一路下滑、有的连拉涨停 美帝集团就是前者 今年2月美帝集团股价一路上充百元 投资者们无不欢欣鼓舞 在某股巴论坛里有投资者预言其股价必顺势突破150元 一时间附庸者重 然而现实并未让狂热的投资者们如愿 在美帝集团抛出一只股票回购计划的同时 其股价不涨反跌 非但没有巩固百元股的姿态 反倒一路扑街 至今较高点跌去两成多 是美帝集团这匹白马不香了 还是大股东回购计划是磕甜蜜的毒丸 亦或是抱团的基金机构们出现了分歧 又或者是因为过去几年的股价涨幅 已经透支光了美帝集团的未来 美帝集团就这样被二级市场主力资金抛弃了吗 2月23日 美帝集团抛出了140亿元的股份回购方案 以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不超过一亿股 且不低于5000万股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0元股 预计回购金额不超过140亿元 美帝集团的这一计划本意之一在于推升自身的股价 回购方案公布后 美帝集团董事长方鸿波接受了媒体采访 为回购计划背书 就微观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很简单 在方鸿波看来 上市公司的责任是给资本市场正向 有益的回馈 在经营上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 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表现之一 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股权激励体系 股东回馈体系 美帝这一次的140亿元回购计划 就是股东回馈举措 同时方鸿波还着重强调 美帝的回购用的是美帝集团自己的现金流 而非资本市场 我觉得这就是微观企业个体 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 否则靠想一些空话大话 没有意义 4月2日晚 美帝集团公告称截止当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99999931股 最高成交价为95.68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80.29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约为86.64亿元 从2月23日晚公布到4月2日实施完成 前后用时不超过40天 美帝集团的此次回购可谓相当神速 而86亿多顶格回购近1亿股 也就是说平均成本86.64元股 不过目前美帝集团股价围绕80元一线拉距 也意味着公司回购浮亏也超过了7% 这不是美帝的第一次的大规模回购 在最近的2018年至2020年间 美帝集团连续进行多次回购 回购金额分别达到40亿元 32亿元 27亿元 对于这些回购 美帝大抵拥有着相同的期许 然而 诡异的是 回购似乎成了美帝股价的魔咒 2018年7月 美帝宣布进行不超过40亿元回购 最终在回购完成期间 其股价下跌了22.69% 这一次 方宏波信誓旦旦的就回购计划接受采访时 美帝集团市值还有近7000亿元 回购结束后 公司市值却较2月份时 跌去1000亿元有余 2021年一季度 A股市场剔除股权激励注销等因素 共有94家A股公司完成股份回购计划 这些回购的公司 在资本市场表现分化明显 有严金铺子 神语股份等股价出现大幅上涨的 也有美帝集团这样一路走跌的 为何回购利好刺激不起公司股价 究其原因 在美帝集团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矛盾性与不确定性 实际上近半年内 美帝集团大股东 美帝控股 以及方宏波 和想见等自然人大股东 却集中减持公司股票近70亿元 在以现金流回购 展现自身资金实力的同时 美帝控股又将持有的一亿股 美帝集团股份 质押给中信证券 这看上去有些矛盾的表象之下 似乎潜藏着美帝集团的一些不确定性 核心管理层 大股东是否真的坚信 美帝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在物联网时代 美帝又是否能成为行业的中心和重心 对于万亿市值的目标大小股东 是否有着一致的预期 这些似乎开始又变得模糊起来 作为大消费典型白马股 美帝集团近几年可谓风头无两 其股价一路走高 市值也刷新历史记录 让投资者对万亿级美帝充满憧憬 不得不说 白马股集体暴走的始作俑者 是二级市场抱团的投资机构们 2020年白马股的上涨 受益于全球经济中 中国市场的罕见复苏 以及资金的随之流入 2021年受美国市场预期复苏 资金流出等影响 抱团机构们也开始呈现不同的选择 虽然也有如一再涨停的水井放这样的例子 但更多的白马股是在持续下跌 两个月间市值跌去一半 并在近日一定跌停的顺风控股 被市场视为白马股不再吃香的标志 但实际上不再吃香的何止是顺风 还有白马股中的两大家电巨头 代表美帝格力 只是格力早在去年就开始沉沦 而美帝是在今年开始势颓 顺风与美帝同为白马股龙头的两者之间 的确存在一定的相似 都是业界龙头 都在各自的行业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两者也有极大的不同 顺风的股价下跌 更多是源于其一季度净亏损九亿十亿元的业绩预告 而外界对美帝的担心则是多维度的 家电行业的格力与美帝 同快销界的肯德基与麦当劳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 猛牛与伊利一样 是两大并题的存在 曾经格力因产品竞争力强 利润率高秒是美帝 但随着后者在空调之外 其他家电产品领域的发力 在渠道改革与研发上的用心 美帝在规模和资本市场上超越格力 也在家电三巨头中一起绝尘 资本市场上美帝股价一路走高 2020年4月份同期时 美帝股价接近50元股 此后其股价一路上涨至超过100元股 尤其是在2021年2月一度超过107元股 与此同时 格力电气的股价 从2020年4月中旬的50元股左右上涨至 2020年12月的近70元股后 如今再度回落至60元股左右 截至2021年4月15日 格力股价为60.53元股 市值3641亿 与美帝相差2000亿 巨大的市值差异背后是美帝与格力不同的业绩表现 去年前三季度 家电三巨头中美帝 海尔分别成为净利润 规模唯一正增长的企业 而美帝集团在营收上又远超海尔格力 财报显示 2020年前三季度 美帝集团营收2167.6亿元 规模净利220.18亿元 海尔之家营收1544.12亿元 规模净利63.01亿元 格力电器营收1258.89亿元 规模净利润136.99亿元 引发市场关注的另一个点是 美帝在空调市场上超过霸榜多年的格力 去年上半年 美帝暖通空调营收640亿元 超越格力的413.33亿元 这固然是受格力强势的线下 渠道疫情下受冲击严重的影响 但它仍然可以作为美帝竞争力提升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美帝一度在毛利率 利润率上落后格力 但近年来 它凭借规模优势 管理优势 在利润上表现突出 缩小与格力的差距 甚至超过格力 Win的近五年的数据显示 格力的销售毛利率 从近33%一路下降至2020年三季报的23.37%与之相比 美帝则从2016年的27.31%波动变化至2020年前三季度的25.29% 但美帝空调同期的毛利率则从25%左右一路上涨至30% 2019年美帝空调业务毛利率达到31.75% 对格力规模 毛利率的双超越 成为美帝被看好 股价持续上涨的因素之一 但同时 美帝的利润率水平仍然需要持续提升 一方面其毛利率近些年间波动较大 另一方面 其毛利率水平虽然2019年 2020年前三季度超越格力 但与海尔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方宏波曾对外表示 制造业要保持成本优势 搞制造业 没有成本竞争力就无法生存 为此美帝的选择是实行全链条数字化 机器换人 实行T加三战略已需定产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美帝的成本优势 但T加三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比如它在上游原材料备货上发挥的作用涌现 当下随着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美帝面临成本上升 竞争力下滑的压力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其中包括家电上游大宗原材料铜铝等 引发众多企业纷纷涨价 2月28日 美帝发布涨价函 自3月1日起 对美帝冰箱产品价格体系上调10%到15% 但此举被认为是 美帝试图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传导到消费端 消费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终端销量 在家电消费旺季到来即将的前提下 成为影响美帝股价上涨的负面因素之一 当然对于白马美帝来说 使它跌落的还有更多深层的因素 几年前开始 家电领域就一直面临着到达天花板的探讨 无论是白电还是黑电 格力美帝极力抢夺的空调行业 自2017年开始就一直是销量低于产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空调产量21,866万台 超出销量500万台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也因此美帝规模的增长 更多依靠的是空调之外其他品类的扩张 2013年美帝空调及零部件的营收占比达到51.27% 此后的三年间这一占比降低至41.78% 2017年开始 暖通空调的销售占比从39.42%提升至2019年的42.81% 与此同时 冰箱洗衣机小家电的快速发展 带动美帝的消费电器业务营收 从2017年的987.75亿元上涨至1094.87亿元 营收占比保持在40%左右 消费电器业务的增长还有赖于美帝的一路收购 2016年收购东芝白电 2018年完成对小天鹅的私有化 以一系列收购 美帝打开了洗衣机 冰箱等空调之外的白电市场实现了横向扩张 美帝的这一收购策略还延伸到了纵向产业链上 2017年 美帝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巨头库卡 在加速自身全链条数字化的同时 也全面布局制造产业数字化 财报显示 其机器人及自动化系统营收 从2017年的270.37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51.91亿元 营收占比在10%左右 企业收购必然都要面临整合问题 事实证明 美帝在过去几年间相对顺利的完成了收购整合 无论是横向的品类扩张还是纵向自上而下的产业链扩张 美帝一直在试图进行空间突破站 这种突破反应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其股价始终呈现升势 甚至市值一度达到7000亿元 虽然近期有所下滑 也是美帝扩张红利释放的合理反应 美帝集团去年市值的持续攀升 还有一个背景 那就是它在线上渠道的强势发力 格力于美帝 一个线下渠道优势明显 一个在线上渠道扩张更快 2020年线上渠道受疫情影响较小 美帝的渠道优势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同时其缩减了线下渠道层级 推进代理商优化整合 进一步整合线下渠道 今年线下渠道开始恢复 检验美帝渠道整合效果的阶段到了 随着并购品类渠道等红利释放 摆在美帝面前的仍然是个见顶的市场 仍然是有限的空间 有数据显示 我国家电行业销售规模 在2018年达到顶点的8211亿元后开始下滑 2019年下降2.18% 2020年前三季度下滑8.60% 2018年10月美帝集团创始人和想见曾表示 未来美帝的目标是营收和股票市值双双达到5000亿元 如今美帝的市值虽然突破5000亿元 但其营收仍未突破3000亿元 离5000亿元的营收目标尚有很大差距 美帝还需要寻找更多突破口 当下的家电产业其实恰逢升级红利期 一方面处于2009年家电下乡浪潮的更新换代期 存在巨大的已旧换新和升级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新的科技趋势 消费趋势的兴起为这个行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恰逢物联网、智能家居和5G浪潮 以及新生代个性化消费需求崛起 家电市场有了新玩法 新领域也有了新空间 智能家居和小家电将是美帝最为重要的两个突破口 据媒体报道 在今年1月的2021年美帝集团经营管理年会上 方鸿波强调了发展小家电业务的急迫性 在他看来美帝小家电业务面临的不是发展问题 而是生存问题 虽然线上强势的美帝在小家电领域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其建长的是在电饭包、电风扇等传统小家电领域 而在近年来兴起的原汁机、煎烤机、养生壶、电热饭盒等领域 美帝却没有跟上市场的节奏 小家电已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增长亮点 两家以新式小家电为主的上市公司小熊电器 新宝股份2020年净利润增长均超过50% 其中代工起家的新宝不仅打造了网红品牌摩飞 还在去年推出了针对最世代年轻人的品牌酷比可飞可力 对于美帝来说 说小家电是生存问题或许有夸张的成分 但对于一直在追求大而全的美帝来说 创意小家电市场的确不可缺少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 2021年我国小家电市场规模将达到4868亿元 对于有5000亿营收目标的美帝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市场 但就目前来看 被小熊 摩飞等创意品牌 以及小米等互联网品牌占据的小家电市场 有着与其他品类不同的发展模式 产品 运营 营销等方面更轻 更灵活 据头美帝是否适应其发展 能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品牌 仍然是未知 新宝股份 九阳股份 小熊电器等小家电企业 当前最高市值不到300亿元 美帝的市值能否依靠小家电再度起飞 也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至于被美帝寄予厚望的另一空间突破重点 即Ir和智能家电 前有海尔在场景化上的领先 后有同样走大而全路线 并在小家电上发力较早的小米 发展同样充满不确定 上一波红利释放完全之后 当下的美帝似乎还没有突破空间 找到自己的下一波红利支撑点 一直以来外界往往把目光放在美帝的品类大而全上 他的发展机会在大而全 发展缺陷也在于大而全 与有着空调标签的格力相比 他似乎缺乏自己的强势品类 当然美帝似乎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缺陷 他仍然在扩大自己的疆域 对他来说这是在构筑护城河 其实与进行横向空间突破相比 美帝还存在另一个发展机会 及梳理产业链条 从中挖掘利润空间 这是美帝上一波没有挖掘完全的红利 也是他能够持续挖掘的红利